近十几年 大家对李老师 非常的熟悉了 但是您的从艺生涯 刚说了六十周年 那您之前这个几十年 相对来讲 大家并不熟悉您 有没有会觉得 有一点孤独 刚演戏的时候 一句词都没有 但是只有小演员 没有小角色 所以后来你真是 每一个角色 都演得特别精彩 我演了一个叫 小九胡同 找我上去 就那么几句词 就是一个过场的小角色 我们演戏就 第一完成的是 获得人物状态 老北京那孩子 见人得打招呼 我得想头一句话 叫二叔 忙哪 就这么一句 我练了得有十天 一句话 他不是简单地练的语调 练的状态 就是说上 二叔 忙哪 他不对 二叔 忙哪 北京说话 你习惯说 二叔 说还说不清楚 那孩子说说不清楚 二叔 二叔 这对了 二叔 忙哪 我那会儿就一边骑自行车 一边往剧园区要排戏了 晚上一边骑一边 二叔 忙哪 有一人冲往旁边骑过来 刚说 神经病 那会儿没有有病的了 你说 对 就整个就晕进去了 但当你获得这个人物的感觉以后 是一种极大的快感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验到这种感觉 这就是演成了 这个人物 对 真的是 刚刚你看李老师就描述这一点 可能我们忽然觉得我们的群众会舞台 就好像一台人在这 对 就一下那个状态就有了 而且还感觉见识了各行各业的工程 对 最近我刚演了一个 一句词没有 关小彤那养我闺女 打错彻 有一张跟郭小彤的照片 打错彻 您有统计过吗 您现在有多少闺女了 数不过来了 数不过来了 好多儿子什么 还有一大帮媳妇 媳妇您记得有多少吗 数不过来 你比如说刘莉莉 她一个人就严了我七把媳妇 那这个李老师 您看您塑造了这么多 这个迎评当中的形象 闺女儿子咱不说了 对吧 还有这么多的老伴 您的老伴看完之后 心里会不会稍微有点不舒服呢 我就知道你别别好 比如李叶萍 我就说你演那个 王海涛今年四十一 我那里边他就演爷们媳妇 我们俩演特别好 然后说 以后不许找别的媳妇 再找我打死你 有没有李老师家庭的照片 有 有李老师家庭的照片 这个是您的全家福 这应该是孩子还小的 这年我清楚 我三十六 我属狗 儿子也属狗 刚降生 这一张是 这个儿子就在英国上学 拿了法学硕士 那会儿他功课挺好的 我说你好好念书 学社会科学 后来他考的是中国政法大学 就是北京学生 考政法大学的第一名 进去的 您生活当中 是哪种爸爸的类型 就是跟儿子之间的 我是朋友的 朋友的 我从来就没捅过他一个指头 恶声恶气都没有 看李老师一聊起儿子太高兴了 对啊 对啊 能培养出这样一个人才